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就因为我想与他长久相伴 才更应该与他坦诚相待 早点让他看清我的本性 就等于是把离开或留下的选择权交给了他 再者说 在最亲近的人面前都要伪装 你不觉得累吗 冒险 我真没想到 你们关系好到 这么大一笔钱都能共享 冒业 你就把线索这么给他了 怎么 不行吗 没 没什么不行 看上面的字集 像是用羽毛笔沾墨水写下的 这种书写习惯 这部诗歌 就好像是他们在阴间的引路书 通行证 大概是吧 我刚才不是说了 那个二当家挺有文化的 黄金就藏在岛上 是毋庸置疑的 这些线索的指向 肯定也在岛上 那么 你一上岛就直奔营地而来 是这附近有谜语所示的地点 莫医生 我都把线索给你了 你就不能自己破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董和川虽然减刑出狱了 但她的出境限制并没有解除 你是怎么把她带到诺斯塔岛来的 落在你手里我真是 好 我带路 我们跟着她走就对了 想必上岛之前 你早就把这段民意语言就透了 对吧 王贤 莫医生 咱们歇会儿吧 我的体力 实在和你们年轻人比不了 我没关系的 前面过了沼泽就是山地 路不好 我不想你有额外的负担 沐医 我真挺羡慕你的 我其实也曾拥有一个真心相爱的人 要不是她的离开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知道 很多人都在背地里笑话我贪了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也不想这样的 但我真的是 我穷怕了呀 哦 我和我妻子是大学同学 我们都是从不发达的地区 考到卫明市来的 大学一毕业 我和妻子就幸运地 在卫明市找到了工作 原以为只要凭我们的努力 过不了多久 就能过上好日子 可没想到 没等我和她领证 她就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无论是她家还是我家 都为了治病散尽家财 到最后 到最后我们好不容易 等到了能匹配上的骨髓 却再也掏不出钱 给她做手术了 我能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用身上仅剩的二十块钱 和她领了证 给她买了一支玫瑰花 谢谢 莫怡 并非谁都是天之骄子 我要是像你一样有钱有势 我也不会与董河川同流和我 王贤 你的悲剧我深不要同情 但让一份美好真挚的感情 变成你踏上歧路的借口 才是对这份感情最大的亵渡 你休息够了吗 够了的话就继续前进吧 给你一个人 在一起 你一专门 你能不能让你安心 那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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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必须